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就会向两位曾经在中国被逮捕的所谓是间谍 这两个加拿大间谍曾经发生过内控 其中一个人当然就嫌他们政府赔偿金太少 因为他们说 搞到我坐了这么久 赔回一些钱 其实有一个就说 你这么沽寒 令我这么惨 为什么要付这么少钱呢? 这两位人兄是斯帕福和康明凯 因为他们两个名字叫Michael 所以叫两个米高 他们曾经被中国政府拘捕 中国政府说他们是间谍 现在他们取捕后审返回加拿大之后 说真的 两个人的内控也相当难看 我觉得加拿大政府也不想这两个人这么难看 所以就赔钱了 原来我们看看 他们说 因为他们在 中国的监狱 被监禁了接近三年 所以就要赔偿了 加拿大政府 是愿意签署和解方案的 当然了 其实这些和解方案 正正也是说 为什么要和解 这么害怕 哈哈哈 当然我觉得他们 之前是和这些人 我觉得之前也有接触过 但是 谈不够数才发达来说的新闻 因为他们肯定要说出来 如果不是谁要支持 当然是找一些媒体 原来 他们 加拿大政府就愿意是签署和解的方案 拿出几百万加币 来赔上康明海和斯柏弗 不过其中斯柏弗就说 哎 有没有搞错 只有几百万 其实也有很多 其实 他要的数据就说要 超过一千万加币 之前 这两个Michael 曾经发生过戏剧性一幕 两个人因为闹起内控 将之前在中国 从事间谍活动的实情 就全部抖出来 甚至也波及到 他们背后的加拿大外交部 这件事一出来 不单止再次证明了两个人 其实在中国肯定是新有期的 也令到加拿大政府和西方媒体 之前污蔑中国 任意拘押 和什么人质外交 和囚犯交换等等 这些谣言 是不攻自破的 其实 加拿大联邦律师 目前 就是 和 这两个人 在谈 其实 18年 被中国拘捕的康明海和斯柏弗 现在就和他们进行 赔偿谈判 并且 希望在2024年初 达成财务和解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环球邮报》 就说 加拿大政府担心斯帕弗 可能会提起诉讼 从而令到政府的 安全报告计划 受到关注 或者有些 报告会公开出来 如果这报告会公开出来 会不会 和中国有关 会不会 亦都看到 之前加拿大说话 可能是屈人 当然加拿大政府 向两个人 原来就打算付300万加纸 每个人 赔偿金 但斯柏弗的律师就要求 不行 要1050万加纸才行 并且说加拿大政府 在处理涉及中国的安全报告业务方面 存在重大的疏忽 当地媒体也说加拿大政府 不准备提供1050万加币 并且将会向 两个人提供的数额是要一样的报价 对此加拿大政府 是没有任何评论 记者也没有办法 联络到两个Michael 其实就在上去两个月 两个Michael 斯柏弗和匈鸣海 也曾经闹过内控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道自爆出 在中国真的做过一些事情 可能 是可能 因为他们说 好事 可能是已经涉及间谍 细节都已经出来了 当然不多 不多 看回11月7号 其实加拿大媒体也说过 斯柏弗声称 被康明海欺骗 在不知的情况下 卷入了对华间谍活动 而被中国在监禁接近三年 现在就向加拿大提出经济赔偿 对向政府 斯柏弗承认自己 将在中国获得一些情报 分享给康明海 而康明海在斯柏弗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情报 是传递给加拿大政府和五眼联盟的 导致 这个因为和康明海共享敏感信息 被中国政府逮捕 并且直指加拿大外交部情报工作 缺乏专业性 需要 接受立法监管 这个消息一出来 其实 立即引起了舆论的震荡 原来加拿大政府一直打算操弄 所谓两个Michael 这宗案件 是对中国进行抹黑 指责中方任意拒押 任意拒押 当然 他有很多盟友 盟友也在多个国际场合 帮忙热炒炒 原来只是为了掩盖真相 包庇犯罪和骗大众诋毁中国 之前 西方不断把孟晚舟事件和两个Michael的案件 联系在一起 我记得CNN曾经说过 人质外交 而加拿大媒体说 这个是囚犯交换 Prisoner's war 其实 中国外交部 之前已经说过 孟晚舟事件和康明海和施帕弗的 案件性质完全不同 孟晚舟事件 是一单针对中国公民的 这是政治事件 当然是政治打压 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高科技技术 21年9月25号 孟晚舟已经平安回到祖国 康明海和施帕弗 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是这个罪 两人就以新患疾病提出 是取捕后审的 经过有关部门确认和专业医疗机构的诊断 并且由加拿大驻华大使 提供担保 中国相关的法院 依法批准是取捕后审的 就由中国 安全机关执行 其实上述两位家籍人士 原来他们的材料 当然你说是冤枉他的 因为他就说 有媒体说他们有亲笔书写的 罪悔过书 这个懒悔的材料 当然你说中国肯定是逼他 是这样说我都没办法去说 因为你这样认定 11月29日针对家方 曾经有两名被中国逮捕的 加拿大间谍 内控 外交部发言汪文斌亦说这两个人 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 为什么我刚才说是 疑似间谍罪 因为是未判 他只是取捕后审 中国司法机关 是严格依法 是办案的 有关报导亦再次证明 家方污蔑中方 是搞任意拘押 完全是混淆是非 真是乱作 家方 这个方言 经过 时间的发酵 最后我觉得都会被 施帕弗和康明海 讲了一些真相 当然我相信 不是全部 真相还有一些未揭出来 家方 现在加拿大 比当时澳洲更浪 有些东西说得太夸张了 汪文斌亦说 劝家方尊重事实 深刻反省自身错误 亦都要停止 误导愚论 和停止 对中方的 污蔑和抹黑 我们看看这两个米高 斯帕弗和康明海 最后 他们究竟是多少钱 应该只有三百万 但是看来 其中一位就说一千万 究竟能不能够 我觉得三百万肯定给他 但一千万会不会 之后也会 我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行不行 我们看看 在2023年 其实加拿大也经历了很多事 当然 早两天 当地的唐人 普通话人叫他 小土豆 杜鲁多 其实他也是 有个讲话 说的 也差不多 你也回顾一下加拿大其实今年 尤其是对于一些想 以加拿大人来说 移民这个词 本来 也是有一些正面后来经过媒体的炒作 和政客的 炒作之下 看来现在移民也是不容易 原来 这个国家银行金融公司 最新报告也显示 加拿大的移民量 现在是压低了加拿大的人均GDP 当然这件事 可能就会被右翼去炒作 被右翼去炒作之下 当然 如果 你要移民加拿大的话 小心点 和当地唐人都应该小心点 除了是这些移民之外 加拿大其实今年 亦都是 有工潮 有罢工 亦都是有 山林的消防事故 其实 工潮亦都很厉害的 今年2023年 加拿大各地的罢工数量大增 亦都令到杜鲁多是很大压力的 因为他的党和工人的关系本来很好 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然 工资的涨幅 是 落后于通涨率 所以 其实这个人 说真的 这个人不是单一问题 真心说 你怪他都没用 这个 是全球国家 很多国家不是全球 很多国家的问题 所以你说小肚子 吐鲁多 说真的 除了对话方面 他有时是按摩之外 还有有时是政治 所以其他东西 你说怪他 亦都 不能够说太多他能够做到的事 因为 实际上你想想 现在这个时势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外加拿大政府近期 亦都制定了计划 将会逐步停止销售 是 汽油 动力的汽车 和卡车 之后当然 亦都希望 是电动车 碳铃排放目标 其实每个国家政府都在行这件事 尤其是这些是中间偏左政府 他们一定会行的 如果不是 那些选民就说他没有守承诺 好 那么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就这样 拜拜